哎,大家好,我是隽隐,今天机会们的全荒雷尔凤云再起207版的实况解说,这一次还是有平台梁的大神级别的角色,占天成对着萧生拳呢,经过上线上的比拼,这个战争一度进行到了白热化,中枢葵花走一下,萧生拳也是不甘示弱,即便是玩这个版本不怎么熟悉啊,但是原版这个手法还是可以的,直接又上了一个超臂,将对手炸飞起来,手梁构八神继续小跳,哎,一脚再踢,葵花又接千元一,接起个八字女, 哎,死亡之爪勾腿勾到,麦卓现在抓起一个机会,看会不会使出隐藏,又接BCBC终于高出一个隐藏了,狠狠地秀了郑天成一下,报了上一场的一箭之仇啊,下面来到了下一场,下一场看郑天成第二个角色,这个八神也是横扫郑天成两局了,下面来看他的竞价范处场,开场就来了个大招,这是什么鬼,哎,还对手一下,勾腿接BCBC过后一, 一脚再踢没有压住,直接用拨取消,完全不给对手留下破绽,看阵天成这次能否稳住啊,只要被阵天成摸到一下,我感觉这个版本他就是神啊,哎,下巴轻手,勾腿勾到折一下,然后后后一拨,然后挑子弟再次进攻,双方又开启了个游斗,但是肖身拳好像,想破防,哎,空中这个大招好飘逸,但是他没有快速的收招啊,被,麦卓再次连到,最后使用个超必杀技,带到板边直接轰炸,哎,让我们 直接进行到了下一场,这一次我感觉 战天成真的要爆他是产量场的一剑之仇了,被穿三的滋味真的是不好受,哎,这一局,死亡之爪再次压制,后撤一把,轻手带摸,重腿别到一根BC,BC过后上超必杀,没有上起, 逆向也没有接到,麦卓,看还能不能再次使用一个隐藏进行翻盘,哎,后撤一下,猴子下巴净队接一个超必杀,像穿三消耗成全真的是没有那么容易啊,还是被偷到一个机会,但是没有关系,战天成还有两个角色可以用,这个优势还是很大,现在来看他的左偶魔,他的左偶魔有着一个破防神技啊,我们来看一下,他这一次还毁不已使出那一招破防神技,开枪又中了一个超必杀,猴子认识那么的强势, 因为这个版本的BC确实,简化了很多啊,请不吝点一下,关注我们下次见